会去在车上画画 对对对 然后也会说 我们今天去哪里玩 然后后备箱会准备很多吃的呀 然后去郊游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 听上去就觉得很有画面感 我相信可能在我们直播间呢 我们的网络我们没听够 但没有关系 待会儿呢 我们的刘涛 我们的爱想大师 马上会移步到我们的内场 现场发布 他将继续跟大家分享 他与佳季的那些故事 谢谢 谢谢涛姐 谢谢 希望你能够继续 也是为爱出众 你已经是这么做的了 我们爱你哦 谢谢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手去写贺卡 反而是让我觉得 我今天一直跟我说 涛姐太麻烦了 我跟我涛姐 第一次看见孩子的黑白影像 我看了好久好久 我想把我拥有的所有的一切 都给他 为了爱的人成为更优秀的人 甚至普遍的日子都很坏 你对他好都是一些无意识的 不经意的一些举动 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间 大家互相去因为对方而改变 和他好好过 接下来的日子 想给他娘娘最好的 做一个好丈夫 更是一个好爸爸 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然后一起手牵手 初衷是一种状态 也有郑重对方 挺挺彼此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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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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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各位领导、合作伙伴、媒体朋友、以及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 大家晚上好 改革开放的一身村雷 让珠海成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四大经济特区之一 四十年 创造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造伟大事业是我们的责任 近几年来 吉利紧紧抓住实在赋予我们的机会 坚定不移、践行、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产品为核心的精品车的发展战略 保持了轿车和SUV两大品类的均衡发展 实现了中国品牌 年销150万辆的里程碑式的跨越 今天 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吉利的全新品类车型 首款全球战略MPV佳季 他的到来将开启吉利品牌 轿车、SUV、MPV、驾驾驼车 全力驱动的发展的新格局 也开创了MPV市场的新纪元 加剧更是一款 最懂中国消费者的精品MPV 将以改革者的姿态 走进千家万户 引领MPV市场化 向精品化 智能化 高端化发展 加剧在动力 智能驾驶 安全 空间 人性化配置等方面 创造了领先行业和同级的数十项的第一 今年也是吉利的产品大年 我们还将有五款全新的车型 将会陆续上市 展望未来 吉利将用一款 又一款的高颜值 高技术 高品质 和高价值的精品车型 强攻主流合资品牌市场 坚定地做中国品牌 向上突围的标杆 梦想是激发活力的源泉 吉利人从未忘记 我们的梦想是 让中国汽车跑遍全世界 而不是让全世界汽车 跑遍全中国 为了实现这 从中国品牌 要升为世界汽车品牌的伟大梦想 我们将 持续深化 金柄车的发展内涵 推动 全球 金柄车发展战略的实施 从造中国的金柄车 到造 享誉全球的金柄车 眼眸有星辰 心中有山海 为了实现 全球金柄车发展的 战略目标 我们将坚定不一地 打造全球的研发体系 我们已经构建了 全球五大设计中心 五大研发中心 我们拥有了 全球 一万五千多名研发 和技术工程团队 以远高于 行业标准的研发投入 加速 全球金柄车发展战略的 全面达成 我们将 实之不欲地 聚焦 汽车产业景格 在智能化 网联化 电气化等领域 全面突破 让吉利的每一款产品 在核心技术上 超越主流核子品牌 引领行业的技术发展 来实现 吉利汽车 由内至外的 全球精品车战略 我们也将 不予余力地 构建 全球一流的 供应链 和价值链体系 整合全球资源 打造 越级品质 和极致的 用户体验 把吉利汽车 打造成 中国汽车制造的 代名词 我们也将 始终如一地 坚持打造 消费者品牌 从 满足用户的需求 到 引领 用户需求 不断地 拓展产品的 品类 打造 每个 西风市场的 标杆车型 为消费者 提供 高价值产品 和 极致的 服务 从 研发体系 到 产品架构 从 产品平台 到 整车品质 从 技术变革 到 用户体验 吉利 将 站在 世界汽车 产业的 舞台 接受 全球 消费者的 检验 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 世界级的 汽车品牌 我们今天的 主角 佳季 不久的 未来 也将 扬帆出海 走出国门 成为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精品 MPV车型 未来的 吉利的 每一款车型 都将带着 十足的 产品自信 品牌自信 文化自信 走向世界 我们 有实力 有信心 有底气 直面 全球市场竞争 加速 挺进 全球车型 前市墙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 我们相聚 珠海长龙 这一 享受 亲自乐趣的 海洋王国 来见证 加济上市 无论 走得多远 加 永远是我们 前行的 力量源泉 加济 就是一款 为加 尔森的 高端 精品 MPV 我们也将 带着这份爱 继续奋力前行 为爱 出众 最后 祝大家 在这里 度过一个 充满爱意和温情的 夜晚 快乐人生 极力相伴 谢谢大家 去海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对 这里 感情 这样 请 Sens approximate 搞中的伺增 花香起点 太阳慢慢地出现 alors 夏宽 闻得 alcohol 您好 给我一份全麦算明志 新日快乐 开启头是那蔚蓝的天 我们暗时来早团练 加油 加油 新日快乐 新日快乐 从今我最喜欢的咖啡店 来一杯热的正常那天 老板 周飞带走 新日快乐 新日快乐 回来一家集 就在新当一天 姐姐来救我呀 老公 要起来啦 来啦 风悄悄问候我的窗框 要问谁睡得香甜 你轻轻问我的额头 我为你把安康收藏 爸爸妈妈快点下楼 要看青天的帮忙 OK 早饭准备好了 下来吃吧 来啦爸 我的天啊 来不及了 让我先下去 你让我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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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啦 爸爸妈妈不要走 六分之数好 要快快走 快快把咱们吃两口 哭哭我们数好头 别着急我的小牛 不要停着尿窝头 爸爸的车道就充满点上 雪的路上搜搜搜搜搜 窗帘自动造成实的好风景 只能包裹生活像花龙顶鸡 未来充满着一千万种可能性 修好书包 Everyday有好心情 上一上班准备初心 我的脑中不要停 每分每一秒都好好相依 即刻出发 Let's go New day's coming Fresh everything We are in佳季 佳季学美乐在 和新的节拍 我们充满期待 和New day in佳季 就在新的一天 可口的早餐满屋飘香 吃饱喝足才会长大 让我帮你把绫带洗衫 你把那风雨阻挡 乐乐和佳佳要好好听讲 愿你们今天满是阳光 路途小巡大路宽敞 平安是我最大希望 我们的爱静静荡漾 我们的心闪闪发亮 我们在一起把歌唱香 每一天假期都是好时光 爸妈不是逛街吗 送你们 好啊 出门装扮我要有花 才像个女王 笑一笑帮忙玩笑 给我好好照相 我的发心要数好意思 不够夜最时尚 都在街上不慌不忙 你的设计高别忘 哎呀 忘了 哎呀你快点好不好啊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你说也那么沉 我提醒你你能听得见吗 快快 真是 快点老婆 来了 我们一家都是这样 每天大闹都转头就忘 离人我们都吵吵嚷嚷 可是让我们真的很爱对方 快点走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快点 注意安全啊 三二一 只能辩解 像马达从不停歇 有时拖铁 让我们不必失窃 把你的需求安排在整个世界 轻轻一点 你的安全都体现 像马达从不停歇 让我们无比失窃 就在那拐角我看到 生活渐渐 步不下践 新的节目 我们充满期待 和New Day 应加期 New Day 应加期 新的节目 我们充满期待 我们充满期待 很多年以加期 美好的期待 新的节目 美好的春夏 我们转 相反相依 还有缤分绚蓝 万千丹 主在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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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的家人 我希望我们家的车 跟我爷爷写的书法 一样好看 宝贝你刚刚说什么 我想和小朋友一起去游乐玩 那你是不是更希望 今后的这辆车 可以每周都带我们出去玩呀 对呀 他们俩是我们家的技术控 我很愿意陪着他们一起去探险 我希望家里的汽车 能像智能机器人 我也希望 周末在这佳级社区 真是令人信息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 每一周都相聚 天边的小鸟马可长相 在这风儿自在的翱翔 咖啡烟花店都开场 让幸福时光绽放 拥抱阳光 拥抱阳光赶走乌鱼 拨开点点雨滴 在家旗又度过一天 享受清早地 美好的有一个周日 我们总是来到这里 大家欢到奔跑游戏 Everybody赢家旗 姐弟弟我们喜欢玩游戏吧 嗯 让我们爸爸妈妈 牵着火灵 心心笑笑 在一起多有趣 让你和我 全部都打起手 换着最白旋的旋律 你看到花蝶 灵蓝满目 茶自眼 红角叶玉笔 把一束来送给我 快点走又来不及 快点爸爸妈妈 小伙们都到了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Gaby妈妈 家Gaby又长高了呢 现在的孩子特别有主见 你看这身衣服 就是自己搭配的 很好看 我们家乐乐现在坐车 不要人抱的 要自己去 我家孩子挺省心的 就是又怕热又怕冷 所以我要想办法 一键自动打开车里的空调 对了 下周我们家家过生日 这样 咱们一块带的孩子 去海洋公园怎么样 好 爸爸 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结果说话不算说 哎呀 小佳 去年呢 爸爸太忙了 没有陪你过生日 不过今年 爸爸一定要给你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真的吗 那拉钩 拉钩就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那我们大家一起去 海洋公园吧 好了好了 等下周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咱们可得穿着 漂漂亮亮的去啊 大家都一定要准时到啊 咱们这么多人 可怎么去呢 我需要空间能足够款 把家人的快乐装满 我需要旅程路途平安 守护我们白天和夜晚 我需要试生温馨的设计 符合我们自由自宅的客气 试生温馨都不只有目的地 还有颜图的风景 我需要满载客气 只能得出息 把家事与带来的乐趣相依 我需要贴心的家事富足 给家人惬意的知能知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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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far播放科技座椅 一路静静安心修静 MPV的空间多远 清晰空气舒适安全 每人平安的设计理念 有长的曲线 叫马车身的不顺前面 冰冻又浪漫 大名追忆要伸天际 全景天撞上星空最惨 我需要贴心 家事慢慢被托 守护一门家人烦恨温热 安全识别前后 旅行够大 不守护 我有只为选择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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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et 家计 全家人都开心 让每一个人都成心如影 Let's get 家计 将先祖的歌星 也保留你想象你的孤寂 Let's get 家计 是恐怖的心意 我们的幸福也不会追去 Let's get 家计 充满爱的甜蜜 它每一秒都充满了意义 对你的笑容 展望出新的奇迹 不去向未来曾经 Let's get 家计 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 Guy Burgoyne 我非常感谢你来说 我们来说第一次的MPV 在最后的《Shanghai Auto Show》 我们分享了我们的想法 和一个MPV的概念 而是非常好收到 我们可以试图的试图 进入了这种全装装的版本 the traditional design philosophy for an MPV it was to take a box shape and squeeze in 6, 7 or 8 seats and we really believed that we needed to break away from that norm so we went through multiple rounds of consumer clinics to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 MPV user it needed to fit their free time their family or social group needs that's maybe football training in the morning that's maybe shopping in the afternoon and maybe dinner in the evening from a business meeting here a working lunch there or team events in the night dual use both play and work but this customer is very very focused and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compromise they did not want that large box on wheels at Julie design we believe our evolving design language is exciting enough to spread across multiple body styles and still be the best looking vehicle in its segment so combining the dynamics of a coupe the refinement of a sedan and the convenience of an SUV our team has embodied the principles all three of them into one beautiful vehicle now in life everyday we're multi-balancing often between our head and our heart the practical and the desirable the functional but hopefully with no compromise to the form balance both outside and in now a streamlined exterior and an expansive interior beauty comes from balance in the universe it's what makes us all happy inside now in design we use the private jet as our inspiration we wanted a shape that could cut through the air with relatively relative ease and brings the comfort that apparently your own private jet brings now the front cabin is very forward but raked backwards and this gives the car a solid powerful and sporty look and the sleek yet muscular shoulder it develops gracefully towards the rear a perfect balance again and no compromise interior space with an expressive exterior design from our expanding cosmos dna a new but familiar grill and just below that grill is the wing shape again taking its inspiration from the jet wings there's also these air curtains down here and they contribute to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again a true balance between the aesthetics and the functionality meteorites expand from our cosmos grill they inspire the running lights and the twisting chinese fan and gymnastic ribbons they inspired the three echo rear tail lamp and from this rear you'll see the muscular and sculptural offender is benefited by the wide wheel track contributing to a sleek profile and a stable stance and also a much more three-dimensional tailgate and rear bumper again a step away from that traditional boxy mpv the cockpit was inspired by aircraft also for the jaji interior like the exterior v-shaped front face the interior has a large v-shaped instrument panel stretched for a sense of tension and space we broke the stereotype of a traditional mpv with a feeling of ambience throughout the interior with these panoramic views and the layered and floating visual effects in the center and cross-wrapped door panels create lightness and space we have 72 ambient light configurations throughout the interior for a sense of elegance and premium a 12.3 inch floating intelligent screen with physical black piano buttons gives us a technically advanced and luxurious interior the integrated z-shaped design feature and circular electronic knob in the upper floating panel has a strong technological feel with that we have a lower part of the panel has extra large storage space the back of the console we have rear led touch control panel designed for the rear passengers convenience we even have sensors that can detect your fingers from three millimeters away as a control pad to change the brightness of the interior so the mpv's comfortable ergonomic space it's ample storage it's quality materials and advanced styling summarize the jaji interior what about colors so exterior colors have been inspired by special moments in nature and from city landscapes from snow peaks in the alps from the sands of the sahara from elegant colors from the seine river to the vibrant red of banff maple and the interior colors have three distinctive personalities we have classy beige from florence we have the modernity of a new york gray and we have the luxury of cognac brow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the design story now let's welcome mr shin okay 感谢盖总对家记美学的精彩分享 大家好 我是吉利汽车研究院 行轰斌 五年前我就开始加入VF1O项目组 全面负责家记的产品研发工作 深赴NPV变革者使命的家记 也是吉利第一款战略NPV车型 从零到一 这对我和我们的团队 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年来 满足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市场 是每家车企的必修客 他们喜欢什么 满意什么 如何给他们制造惊喜 成为每一个汽车研发人员的课题 那么一款为年轻家庭而来的NPV 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 一 年轻人多数都是颜值控 所以要在工程上创新 创造 极大程度的满足造型美学 二 空间 不满足于大 还有灵活 暖心 智能互联 NPV年轻群体的需求 更不应该被忽略 四 满足NPV 毫无驾驶乐趣的固有传统 所以 在多元平衡的理念下 我们打造了四维初衷的佳绩 潮 暖 智 心 四维硬核实力 用潮美设计 暖心空间 智慧安全 心锐架控 全是一款专为年轻家庭而来的NPV 这里有一组数据 可以体现佳绩的硬实力 七项极力首发功能 二十项同级独有功能 以及二十五项同级最优 十八项同级领先功能 做变革者 我们是认真的 佳绩让NPV不再是一个平庸的选项 您可以有爱 更可以出众 接下来 我就带领大家一一了解 佳绩的出众 空间 油暖出众 佳绩使用了极力首发的 ASOFA 魔方科技座椅 座椅基于亚洲人体工程学设计 由顶级工艺商 麦格纳提供 将豪华舒适 灵活多变及余深 在技术上 定义座椅六大特性 舒适性 包裹性 减震性 抗疲劳性 支撑性 安全性 每一项都出于行业领先 举个例子 在座椅安全性上 佳绩率先使用了三组 ASOFA 儿童安全座椅接口 有二宝的家庭 相信一定知道这个细节的使用性 佳绩同时使用222 223 232 三种座椅布局 搭配座椅的不同翻车形式 延伸出16种基础组合形式 自由延展 全时全景 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佳继的另外一项核心首发配置 暖心亲子模式 假如您现在正在车里 您只需要说 你好 佳继 打开亲子模式 GKUI亲子模式 可以智能控制车内环境 通过语音唤醒 自动完成 关天窗 关车窗 调低多媒体音量 调整空调温度等一系列动作 和车主一起为我们的宝贝 更用心 更周到 这么多暖心的配置 此处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呢 亲子模式下的冷暖杯多配置 是首次在自主品牌车型上搭载 具有加热 支冷 保温 保冷四大功能 居家旅行 四季节移 在家计上 PRM2.5过滤器与负离子发生器 强强联合 自动检测 自动开启 三分钟净化95%以上的车内空间 由于MPV车型相体的独特性 车内的静密性也是尤为引人关注 家计之力打造太空级静音科技 从数据上看 怠速噪音38.1分贝 80公里时速噪音59.7分贝 越级臂美合资车型的实测结果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 家计运用了ANC主动降噪技术 在MPV中首屈一指 利用声波抵消技术平衡噪音 家计车舱内四个麦克风监测 发动机噪音 通过收集 计算 发射 抵消 营造一个更安静 更舒适的车内环境 家计搭载的脚感应电动尾门 也是同级别车型独有的配置 还能通过设定尾门的位置记忆功能 满足不同身高的用户需求 全方位的周到考虑 我们给了家计一个可爱的称谓 MPV中的暖心大白 家计在安全方面因质而出众 首先从硬件上就能看到优势 车身四周紧密配备了24个行业顶级传感器 如前世单目摄像头 毫米波雷达 不同类型的传感器 国际的大牌供应商为智能安全驾驶提供基础保障 ICC智能领航系统 让家计成为全球首款实现L2级智能驾驶的MPV 自动跟车 主动转弯 轻松自在 此外 家计还配备了吉利品牌首发的 RCTA倒车侧向辅助功能 和RCW后碰撞预警功能 RCTA有效避免倒车时 视野盲区导致的碰撞风险 RCW则变被动为主动 双闪警示后方可能追尾的车辆 家计运用博士开发的全球首款 全自动博车系统 真正实现一件博车更智能更人性 不仅以上 家计更是17项A-DAS智能驾驶黑科技的极大成者 如在博瑞机翼上成熟运用的功能 车道保持变道辅助 碰撞预警 行人识别保护 智能远功能控制等智能主动安全配置 在被动安全方面更加不能含糊 8安全气囊 2排侧气囊 气连延伸至第三排 一二三排全方面守护 这就是家计的另一面 智能安全科技 当得起一个MPV中的超强大脑 年轻的家庭 每一位都不应该被忽略 尤其是开车的那一位 所以架控我们要新锐出众 架机上市同时推出三款动力 汽油版 PHEV插电混动版 MHEV轻混版 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黄金动力组合 1.8TD加6AT 曾荣获中国新10家发动机 最大功率135千瓦 最大扭矩300牛米 架机是中国第一款上市的插混MPV 在现在越来越多的线牌限购城市 PHEV车型送绿牌不限行 想补贴免购置税 成为家庭购车的优选项 由欧洲研发中心开发的 1.5TD加7DCDH混动系统 技术领先 百公里加速7.8秒 动力强油耗低 快速充电时间不超过1.5小时 加记MHEV车型超强节油 百公里油耗5.9升 节油约15% 达到业界领先水平 目前业内平均水平仅为10% 以技术领先 以实力当先 加记敢为MPV中的节能先锋 加记研发历史五年 智力与品牌与行业都有所突破 打造炒饭出众 暖心出众 智能出众 架控出众 硬实力 今天时间有限 我跟大家分享的只是一部分 相信未来车主在与加记的实际使用中 能收获更多的惊喜 让我们成为愿意为爱更出众的人 极力加记为爱出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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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儿和虚鱼树沙沙沙环绕 游玩海洋公园多么的美妙 小小的鸡鱼挂挂挂声的叫 大大的鲨鱼哗啦啦拍狼套 还是像鲸鱼耶 还是像笔球砰砰砰砰定的高 我们已经唱着啦啦啦欢快的起跳 阳光下的斑驳数以渺渺的飘 装在一起旅途幸福的时光 不会少 换身样子穿上洋装最喜欢的外套 我相信每个旅程都精彩奇妙 天空中飞过一只金色的鸟 把红闪闪发亮的羽毛阳光下多闪耀 嘉嘉 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我希望你的喜欢 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我的小伙伴们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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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嘉嘉许个愿望好不好 我的愿望就是 希望大家每年生日都能陪我一起度过 我希望 在这个幸福美好的时刻 美好的祝福不忘失色 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也在这 就能分享这天文之温 喂 爸 你身体还好吗 喂 妈 我想你了 喂 爸 妈 你们早点吃吧 妈 妈 我想你了 搭起书记让你莫得颠簸 化作一千只小小之河 对我千山万水与你相逢 爱把我们尽你的相合 欢迎加入家籍的大家庭 我们用这梦统的愿景 掀起身边的家人手拿着手 我多希望能在你左右 家籍的温柔为爱出众 Happy birth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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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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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One two three Go New days coming Wish everything We are in家籍 家籍是你的家籍 我们充满期待 能够可以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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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风和春夏 我们在这儿 相伴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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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达缤纷纱 光纤姿态 Woo 就在新的一天 欢迎加入佳琴的大家庭 欢迎加入佳琴的大家庭 Woo 我们有着疯狂的缘地 前期身边的家人手拿着手 我多希望能在你左右 Woo 佳琴的温柔为爱出众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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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Woo Hoo Não Hoo 哇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所有的演员 大家晚上好 我是刘涛 非常荣幸ńst Kriteria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佳季社区 一起为爱出众 其实就像刚才的音乐剧里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家庭 都过着忙而不乱 有条不紊的幸福生活 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找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平衡 爸爸妈妈找到了工作 与生活的平衡 爷爷奶奶找到了安乡晚年与亲情的平衡 孩子们找到了学习与玩乐的平衡 唯有爱才能平衡 唯有平衡才能爱的永恒 其实这就像佳季作为一款高端的精品 家用MPV 采用了多元平衡设计的理念 所独具的全时 全域 全场景的加成功能 可助力年轻的家庭很好的 平衡家庭和工作 享受出众的生活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爱的感悟 感谢聆听 那么我们这么一款为家而来 为爱出众 创造家与爱的无限可能的MPV 它的售价是否也做到了品质与价值的平衡呢 大家想想它的售价会是多少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吉利品牌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宋军先生 为大家公布吉利佳季的价格 有请宋总 非常感谢佳季的首席爱相大使刘涛 为我们分享了他对家和爱的感悟 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所有剧组演员们 他们的亲情的演出 为我们带来这一场佳于爱的视听盛宴 各位佳季社区的家园们 大家晚上好 刚刚音乐剧里所演出的一幕幕的生活故事 我相信其实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 在自己的家里上演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感同身受 正如剧中所唱的牵起家人的手 陪伴在左右 对于每一个家人来说 陪伴就是最好的爱 那么今天的主角佳季 就是一款为爱而生 为家出众的高端精品家用MPV 我们希望佳季能够为广大的年轻的家庭 带来舒心安心泛心的高品质的出行生活 再次呢也非常感谢Guy和行总 他们所带领的产品的开发团队 历时了五年多的时间 为我们潜心打造出 这样一款很棒的产品 掌声送给他们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家 所有的美好都是因为爱 此时此刻想必大家 对佳季的售价充满了期待 接下来我向大家正式公布 吉利佳季的中国市场指导价 请看大屏幕 首先来看1.5TD系列产品 佳季至勤1.5TD 7DCT市场指导价为 增响行 14.88万元 尊响行 13.58万元 要响行 12.58万元 月响行 11.98万元 佳季至勤1.5TD 佳季至勤1.5TD 6MT 市场指导价为 输响行 9.98万元 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 可以轻松的享受到 节能电器技术 带来的超值体验 特意为大家制定了 MHEV清混升级计划 凡是在2019年5月31日以前 订购佳季1.5TD 骑DCT车型的所有用户朋友 你们将获得赠送价值5000元的 48VBSD清混系统 免费升级领域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1.8TD系列产品 佳季1.8TD 6AT 市场指导价为 尊响行 13.78万元 要响行 12.78万元 输响行 10.98万元 作为中国品牌 首款 插电混合动力MPV 佳季的 智琴1.5TD PHEV系列产品 他们的市场指导价是 尊响行 21.58万元 尊响行 20.28万元 要响行 19.28万元 同样 为了让所有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够享受到新能源带来的绿色出行体验 吉利汽车决定在地埔尚未实施的程式由厂家先行补贴 综合补贴后 吉利佳季 插电混合 系列产品 市场指导价为 真响行 18.28万元 真响行 16.98万元 要响行 15.98万元 这还不够 与此同时 我们正式启动吉利佳季PHEV插混无忧计划 凡是在2019年6月30日以前订购插混车型都能够享受以下的领域 免费赠送价值4000元的充电桩 首任车主动力电池的电芯享受终身质保 电机电扣信头享受8年或者15万公里的超长质保 再次谢谢各位 为爱出众的佳季 为爱出众的价格 还有为爱出众的超值服务计划 2019年6月30日前 所有订车客户均可以享受67低月供或者18期零利息 2019年6月30日以前 所有订车用户均可以享受至高4000元的置换补贴 2019年6月30日以前 所有订车用户均可以享受5年全时在线免费流量 所有的1.5TD车型 全部都可以享受8年或者是30万公里 发动机主要零部阶的超长质保 再次谢谢各位 作为吉利汽车首款全球战略MPV产品 佳季快赚了其力在轿车 SUVMPV这三架马车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我们相信佳季必将赢得新生代年轻家庭的喜爱 成为高端精品家用MPV市场的全新标杆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所有领导嘉宾 一起登台合影一起来见证吉利佳季的上市 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有请我们的各位家人 Aesthetic standards will the future MPV follow? The more experience you have in the outside world The more you tend to follow your heart Reach for those moments in life that touch your soul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From near to far The world is always gravitating towards balance Balance outside and inside A streamlined exterior And an expansive interior Balance of a smooth ride Power, convenience and comfort All three are there Balance in giving and taking Balance in giving and taking At every moment follow your heart Balance is the law of the universe that makes everything tick It's what makes us happy inside Acceleration through time remaining balanced Is something that sets our hearts aflutter And something we instantly recognized as beautiful Gili佳季 Gili佳季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浩宇佳季上市发布会的直播间现场 那现在呢 我们又请回到我们两位奶爸 我们的乌斯法老师和严闯老师 再次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们三个其实一直在这个直播间 看着我们今天整场发布会 感受如何 我觉得其实我跟严闯老师 参加发布会还挺多的 但是这个发布会确实还非常特别 它是用一个情景剧 音乐情景剧的形式贯穿所有 对 因为其实佳季这个车 它非常推崇家庭的关爱 对 家庭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让大家对家庭观念 会有一个就比较直白的这样一个认知 对 感觉是主打年轻家庭的一个产品 对 而且我发现今天现场所有来到的 现场的一些媒体老师还有观众 就是他们看那个情景剧看得很认真 对 又很入神 觉得是真的被get到那个点 就是为爱出众 就是我们要落地生活 出行呢 其实我觉得车对我们来说 不应该只是一个移动的工具 越来越会成为我们家庭的伙伴 甚至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 没错 那现在想要拥有这样的一员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一个价格是吧 对 两位老师其实在之前 应该心里面已经有预估了 跟你们预估的差别大吗 其实我倒是觉得我看到了两个点 就关于价格的 跟我的预估是出入还挺大的 因为我原来觉得就价格会比较有吸引力 但是没想到这么有吸引力 其实我说的两个点在哪里 第一个其实最低配的车型 已经跌到10万以下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点就是PHEV的 也就是我跟颜老师之前都很喜欢的车型 它的最低配的补贴后的售价 已经跌到16万以内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价格 所以价格我觉得还很震惊 真的是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价格刚刚公布 然后很多网友可能也没有记住 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现在的市场指导价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赖延崇老师 因为它车型很多 对 其实1.5TD加TCD 7DCT就是七组双离合的版本 然后刚才宋总也说了 轻混是免费给大家升到 搭48伏轻混系统 然后起步价11万9800 就是差212万 然后中间12万5800 13万5800到14万8800 所以它的区间是在11万19 然后到14万8800之间 这就是我觉得很有利的一个价格 这个你之前的预期 我觉得可以说是很有性价比 因为我原本想的是 它的混动车型的主力 就中高配可能到15以内 就会很有竞争力了 但是现在顶配也在15以内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的价格 还真的挺欲惑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销售的主力的一份的车型 没错 所以可能本来就有心生好感的朋友 我们知道这个价格控制不住了 要去赶紧去体验一下 对 而且刚才吴老师说了 就是说它不仅是起步价跌到10万以内 你看它如果选一个自动脑最低配值 要10万9800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1.8TD加的VT的这个书响型是吧 对 这个动力总成其实也还是蛮成熟的 而且我觉得10万出头买一个6座7座的MPV车型 还真的是挺优惑的 对 而且在这个国内的汽车销售市场 你要找一个同价位的 应该没有 没有 没有 其实竞品可能还有个两三个 但是我觉得今天听完发布会 佳季表现出的这些产品力 无论是智能 加上我们之前分享的这些 无论是这种精致感和这种精品车的感觉 我觉得对现在的年轻家庭和消费者来说 是更具诱惑力的 而且我们看到还有补贴后的一个就是我们那个PHEV 其实我觉得在刘涛出来的时候 那个车摆的会特别有寓意 因为最后宋总出来这三台车摆的都是黑牌 但是大家没发现刘涛出来之前 你看他好仔细 给小朋友过生日的时候 那台车是绿牌 你们上海的一个绿牌 对 差不多9万块钱了 对 对所以他就这样在这种对于你们这些新能源 能免费给牌的城市会非常具有性价格 对 因为在这个细分市场里面 就是PHEV的MPV其实是非常非常少 现在应该是没有 我记得插电火候动力 国产肯定是第一个 对咱们中国品牌 对 那么海外我记得好像之前是有一款 但是基本就没有人买过 对 所以大家看到刚才我们的涛姐 从那款PHEV的MPV车上下来 它的售价是补贴之后 我们说是15万9800到18万28800之间 而且很有诱惑力的是一个什么事 刚才宋总说了 就是递补 因为今年的补贴政策 国家还没定 而且是补贴在退步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 那么吉利说无论补贴是什么样 现在是这么一个价格 对 而且凉气带着厨艺来的 现在还有充电桩 对免费送大家的充电桩 价值4000块的充电桩 所以我们看到现场 大家简单透露一下 现在舞台上已经人满文化了 里三层外三层 都是我们想要对这款车的产品 在进行深入体验的一些朋友们 因为其实刚才宋总在宣布价格的时候 我们也是听到了台上传来的欢呼声 对 一听到这个价格 大家都觉得很惊喜 因为当地 因为当场这个现场 肯定有很多经销商朋友 是 经销商朋友们听到这个价格 肯定会特别开心 对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整个今天晚上的发布会 就是这个情景剧 你们会有没有什么兴奋的印象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演员 就是挑的或者是他们这个着装 其实都是非常有这个年轻啊 时尚的这个气息在里面 我觉得就是给到和这个佳季的这个搭配 我觉得还是非常贴合的 就是就是你看到这一帮年轻亮丽的 应该就是90后的感觉 然后当他们和佳季共同处于这个舞台上 你就感觉非常搭 然后没有丝毫的这种违和感 而且我觉得很温馨 其实整个的这个这个舞台剧 给人一种这种温馨的家庭的氛围 对 其实可能两位参加这种汽车发布也很多了嘛 通常来讲可能都是会有一个主持人来串承 对 通常来说一般就是领导发言 然后唱歌或者跳舞 对 然后最后 讲一讲设计 对 讲一讲产品 最后公布价格 公布价格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会感觉会有点呆板 或者是 但是这个就是 这个还蛮创新的 对 而且你不会出戏 就一直跟着他的这个节奏 其实整个发布会的时间也挺长的 但是我们丝毫没有感觉 哎 怎么这么长 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慢慢的就把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而且可能很多网友也一直在期待 最后这个刘涛会议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出场 对 其实他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时间是蛮有限的 对 但是他其实在那个片子里边自己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挺让我印象深刻的 但是我可以做得了副驾驶 然后也可以掌握了我自己手动的方向盘 也就是说现在 要说一些女权主义了 就是女性的影响力真的是在不断的变大 我觉得一些女人就是她们又要平衡家庭 然后又要平衡这个工作 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明白 所以你们赶紧给自己的太太们送一台这样的车 MPV 她刚才说她可以带到剧组 她刚才说她可以带到剧组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可 其实关于这个发布会 我觉得可能你们没有我感受这么深 那怎么讲 因为我之前开始做我们自媒体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严闯的中国车长测 就是我想支持咱们中国品牌 因为我觉得之前看海外很火的汽车节目 都觉得说英国车 英国媒体人说英国车好 对 美国媒体人说美国车好 不够客观 日本媒体人说日本车好 是啊 然后在那个时代可能到推个七八年 可能咱们想说中国车好的时候腰杆没那么硬 所以当一开场的时候我觉得吉利 我可能你们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就是一共是五台车 然后博瑞 博越 博瑞是他第一台中型轿车 很成功的一台轿车 博越是他很成功的一台SUV 到宾瑞 宾月 然后这是宾字辈的两个车 然后把这台咱们的佳绩放在了CV 这五台车可以说是吉利3.0精品时代的一个整体车型的代表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了说中国的这种汽车工业的一个迅速的腾飞和进步 我觉得有点亮肌肉的感觉 你看我现在从各个的细分市场 无论是SUV是轿车 它整体的布局 这几年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现 而且现在中型轿车也很成功 因为咱们中国品牌想往上走 中型轿车博瑞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那么现在又有一个新车型MPV 站在了CV 所以我觉得这个3.0精品时代的吉利 今天有一点这个亮肌肉的意味 就不愧是吉利的老朋友 好像看着吉利成长起来的 看着品牌一步步不断的照大 对 我觉得希望中国车品牌都能越做越好 当然 作为我们这些汽车媒体也是希望中国的汽车发展真正成为汽车强国 以前是汽车大国 对吧 汽车强国 就真正的我们这些自主品牌真的是在发力的 对 因为我觉得袁老师很有道理 因为原来我们对于吉利的这个产品序列的了解 就知道它是在轿车 包括SUV这个车型的领域 在中国品牌里面做得非常非常出色 那现在吉利又涉足到了MPV的这个领域 而且是在这个级别当中 给到消费者这么好的一个体验 这么高的一个配置的 而且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价格又这么合理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选择 明白 其实可能对更多的不太懂车的一些车主来讲 他们虽然有需求 但是他们其实更关注的还是说 这个车给我的一种理念 可能在以前我们没有觉得说 可能很多车型有一个明确的这种自我标签 或者自我对号入座的感觉 但这次无论是形象 大家请来刘涛作为爱想大使也好 还是我们看到这个情景剧也好 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为爱出行呢 它可以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对吧 毕竟这个有爱为伴 才是最安全的出行 才是最温暖的出行 也是我们真正所有人 每个人都需要的 我觉得今天呢 特别感谢我们今天两位这个自身的奶爸 坐在直播间里面 我们一起来见证整个今天晚上这个 吉利佳祭的上市发布会的全部流程 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的心里面的感受 尤其是为人父亲之后 有了两个宝宝之后 怎么样跟这个家里人相处 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的平衡 可能也有了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吧 谢谢 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两位 其实我还是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爸爸来说 然后要检讨一下 其实 感觉你现在要嫁女儿了 是吗 好紧张那样 我其实觉得还是 应该呼吁一下大家 多陪伴一下家人 或者是多花一些家 就是时间在家人身上 或者是多开家历 不是 或者是多开家记 带着自己的家人出去玩也好 或者是出去购物啊 或者是生活 我觉得因为 就珍惜嘛 珍惜我们能够在一起时光 在路上的这个时光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 一栋的家 确实是 岩床老师呢 我觉得很认同吴老师的 而且这也是我从有了孩子之后 一直智力在做的 就是把自己工作之外的全部时间 投入到家庭生活镇区 给家人以温暖和关心 那你刚才其实应该参与 我们的话题互动的 我们会有一个项链限量的车模 家记的车模 送给那些跟我们参与互动的朋友 其实你家宝宝喜欢车模吗 我会带他到店里去看看这台车 他很喜欢逛4S店 我就想你应该是会带宝宝看真车了 宝宝更大了 是吧 可以换一台新的MTV车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多聊聊吧 今天晚上 其实我们这个海洋王国 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烟花秀 还有一个灯光秀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整个发布会 如果是在现场 或者是我们观众一直 follow我们这个线上的直播的话 应该会觉得看得很过瘾 对 其实现在在外面 我们现在可能网友们看不到 其实在外面已经全部都在布置了 待会我们就会给大家转播信号到那边 看烟花秀 烟花秀还是很帅的 因为我之前就带我儿子在这里玩过 带你的孩来过 对 因为今天他不也在吗 然后以前那个烟光秀 其实现场是很震撼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 发布会现场选择在这儿 可以说是别有用心了 对 真的是 我其实落地珠海的时候 这次是我本人第一次来珠海 我觉得珠海可能 我是一个靠嗅觉啊 就闻到那个一出机场的味道 就是这是一个很舒爽的城市 然后我知道我们这次的活动主题 叫为爱出行 或者为爱出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爱的城市 你们对于珠海的印象 其实我觉得就是 严老师说的还挺对的 因为就是极力把佳祭这个活动 发布会放在珠海的长龙 其实也是很有意味的 因为这个地方来的最多的就是家庭 这个地方来的最多的用意就是带小孩来玩 我觉得其实跟佳祭这个品牌的定位 是非常非常贴合的 就是想要 来现在大家能听到我说话 最近看到的是你的留言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平凡的小嫂521我最近看到 看到我表演了 我表演了 我表演了 我觉得其实极力佳祭这款车看中的并不是一线城市 不仅仅是一线城市 如果说因为我们天天做的就是骑车的测试 我觉得可能外形类似设计 每个人有不同的喜好 那么空间同级别也有一些车 这个价位里也有车做的不错 对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佳祭这款车 是在这样的价格 这样的空间 这样的颜值之下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其他车型所没有的 这些东西我觉得第一部分是它的动力组成 其实现在它的1.5TD加7DCT 我们在领克的车型也好 在沃尔沃的车型也好 在极力本身的车型也都体验过 它的驾驶感中是非常好的 动力性和燃油经济性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包括说比锐比锐我们也在这上体验过 所以觉得在这个价位和这个级别的细分市场里 首先它的动力总成会具备优势 这是跟竞品去比 那么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它的配置上 特别是咱们说GKUI和LR级别的自动驾驶 在这方面也是竞品所不具备的 所以你可能说我颜值上各有所好 但是在这些方面 它是有自己独家的说看门本领 产品力 或者叫护城河 就是它自己比较独家具备的这种优势 我觉得这个会成为消费者 去选择家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对 所以文老师给家机的评分真的蛮高的 对 心动了说 心动之后要产生行动了是吧 袁老师说到这个动力方面 我觉得其实在操控这一块 因为原来我们对于MTB的操控上的感受 会觉得这车比较大 比较木或者是沉重一些 但我觉得它加记这个车从外观 它可以重新定义了一个标准 我觉得家庭所有的成员都可以来开这个车 好 我们已经上次了 好了 我们已经上次了 我们是在这个游戏 我们是在这个游戏 这的游戏 在这个游戏 我们是在这个游戏 好 谢谢 在这个游戏 你自己跟上次了 我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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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好大 要吵一吵 好太多了,好多了 好多,好多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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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們,有時經濟 好多,好多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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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